民眾舉拍強著寒假這輛水上摩托車競標相當激烈 最後有一名來自北部的男子以十七萬六千元得標 除了水上摩托車工作人員將一盒又一盒的手桌以及飾品一一擺在桌上 台東地監處六月三十號舉行拍賣會一共六拍 其中有顆鑽石立刻引起競標民眾興趣 一聽鑽石起標價居然只要六萬元實在太便宜 有民眾上前拿著檢測一測試 但好奇怪怎麼測就是測不出來 難道是機器故障嗎 發現遺器沒問題再拿競標鑽石來測試 結果還是測不出來 原來這顆鑽石是假的 拍賣官結識這個看起來像鑽石的在資料上標榜是 視頻只是民眾本來想搶便宜 一聽不是真的鑽石也相當失望 最後這批視頻也只能流標 三點新聞王浩元黃正傑台東上網報導 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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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